平夕天灯节这回大年初四就要登场了 上百展天灯缓缓升起点亮整个夜空 每年都吸引百万人参与的平夕天灯节 今年将在大年初四登场 和往年不同 今年的天灯设计更活泼 除了可爱的卡通和热气球造型 还有剪纸造型也首度亮相 这三坡的释放都有不同的一个意见 不同的文化的背景 我们希望借着这样一个活动 能够吸引我们国际间更多的友人 一共三天的活动将由充满童趣的 喜阳阳和灰太郎天灯打头阵 第二天则是象征再满希望的热气球天灯 最后还会开放民众自己动手做减纸天灯 整个活动下来 渴望吸引超过两百万名观光客 融入平夕小镇 他们孤传大概每年都可以 两百万人来到平夕玩 然后每年大概我相信 至少都可以创造将近超过 二十亿以上的商机 也因为这个大量的国际观光客的涌入 让平夕这个一个小城 变成一个国际知名的一个小城 每年都吸引大批人潮的平夕天灯节 不只国内民众爱 也被国外媒体誉为此生必游的经典节庆 随着活动即将开跑 已经让国内外游客充满期待 三地新闻台湾信联邻新北市报道